大家好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明天呢就是二十四節氣中的金澤 金澤呢通常呢是就是在3月5號或3月6號 那剛好的就是明天 那通常呢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閃電落雷啦 閃電落雷呢把這個直浮在這個 土壤裡面的這個蟲 昆蟲等等下醒了所以基本上呢 金澤呢可以說是一個指標啦 通常呢如果金澤之前 打雷比較多 這個代表南方水氣比較多 代表那年水氣會比較旺盛 那如果呢在金澤都還沒有打雷一直往後延以前也有過到5月才打雷的話 代表南方的這個水氣呢或是 暖空氣的這個量沒那麼的多 那可能就會乾旱了 不過呢這是古代沒有好的氣象預測用的這個方法 現在來看的話有時候 有這樣的關聯性但是說真的可預報的這個機會沒那麼高 像今年的一月初就已經開始有打雷了 雖然在這個禮拜六的時候其實不會打雷 那金澤呢當然有很多 這個生活的習性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今天呢其實天氣非常的好 明天呢還是一樣不過有一點東北風 有沒有看到 東北風正在南下當中了 所以天氣呢要有一點轉變了 預計呢禮拜六轉為偏東北風 禮拜天要注意就是禮拜天的深夜 到禮拜一有一道封面通過 這道封面走得很快就禮拜一就結束了 禮拜二就轉乾 不過後面就是東北風 有一點冷冷涼涼的 乾冷的這個天氣會發生 然後接下來呢到禮拜三四五六日 就回溫了 改為吹東風 各位知道最近吹東風都不大好 因為大氣很穩定 西半部空氣品質很差 但是至少呢未來呢 現在以下禮拜三開始 就相對的晴朗很多 請大家好好珍惜 這幾天呢好天氣 不見得有好空氣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境外空氣污染物移入 加上本地的污染 當然啦 會造成這樣的條件都跟氣象條件有關 第一個是偏東北風 又沒有水氣 又加上台灣呢有時候吹東風 所以這個西半部呢就變得穩定 所以基本上有境內境外加上天氣的因素 把這幾個都在一起 所以造成這幾天 所以你今天呢還是蠻糟的 明後天呢 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要特別注意 台灣的天氣呢在禮拜六的時候有一點東北風 溫度會略降 北東一風沒有真雨 中南部相對的都還蠻穩定的 預計呢 禮拜天各位注意看 禮拜天越晚 變化越多 東北風也會顯著的 增強 有沒有看到 禮拜一 各位知道禮拜一上班日 可能就是 有雨又 濕冷的天氣 不過走得很快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就轉為東北風 偏乾冷的 禮拜三 就會慢慢的 從東北風 慢慢注意 各位注意看 禮拜三就慢慢轉為 要偏東風了 所以禮拜三 白天開始就會顯著的緩和一些些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 明天 大致上北東 銀風面 我正與西班部很晴朗 禮拜天就開始容易有銀風面的降雨 尤其越晚上 深夜越晚越多 禮拜一 全台灣 都有下雨的機會 不過還是以中部以北 是比較顯著的 到了禮拜二 就顯著的緩和了 所以這個天氣落差呢 這幾天真的還蠻大的 溫度上呢要注意就是會降溫 北部呢各位可以看到13度 這個就是冷氣團的標準的 13到17 跟最近呢 18到28 24 是有顯著的落差的 請大家注意 不要呢只看這幾天的天氣 想明天 這幾天每天每天會開始下滑 到這個禮拜一 禮拜二的時候就是谷底 禮拜三就會慢慢開始回溫 那這個是北部 中部的也有一點降 也會有機會拉到14度 要稍微留意下禮拜一 二的這個降溫 那這幾天呢 真的還蠻溫暖的 那南部呢也是一樣 南部會拉到15度 15度對南部來說的話 也有點冷的感覺 要稍微注意下禮拜一 二的這個溫度的落差的變化 那這幾天呢 空氣品質真的不好 請敏感性的朋友 或是所有族群都要一定要提防 警覺 是各位可以看到空氣品質 這麼差 這個呢到戶外呢都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特別的注意 氣喘 還有這種性血管疾病的患者 要多留意 明天會稍微好一點點 可是中南部還是 有機會到達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級 明天呢大概北部跟東半部 雲量比較多 比較陰沉 中南部 還是很穩定的 所以周六呢 轉動北風 溫度略降 周日晚上強冷空氣開始報導 禮拜一是濕冷的天氣 但是禮拜二就緩和 下周三白天開始會回溫 會有幾天相對比較穩定的天氣 所以